下面一个问题 请问过敏性鼻炎是渊液病吗 请问这种病是否属于渊心寨主附身 怎么才能够出去病根 佛法讲病根有三种 一种是生理的 生理的这些病 你比如说是你感染了这些病毒 饮食起居不小心感染 这个要找医生 那么第二种呢 这就是渊心寨主 那个医生是没法治疗的 这个必须要把它化解 跟它谈条件 化解 所以像送金念佛回向给他 他要肯接受呢 他会离开 第三种啊 业障病 这个很难 不是属于生理的 也不是冤情在主 过去生中造的物业太多 能不能救呢 能不能救呢 没有不能救 怎么救呢 真正忏悔 后不再走 这个忏悔啊 不在乎形式 这从前 张家大师教给我的 知道错了就能改 像这个夫子所说的 不二过 过世只有一次 我知道了 以后不再犯同样的过世 这叫真忏悔 这是连业障病都能够化解 没有 请 random